能說話也這麼正式嗎 嗯!已經養成了職業習慣 你可以隨意一點 漏咳 咱這漏咳啥啥的 這漏咳宰加上咳 是 是我也是希望能做到那一點 但是多年的職業習慣 和我的語言層次 咱們就說 說白話 我也是想說 對方如果聽不了 我的話過於深度高 他就聽不懂 我也是盡量看對方是一個什麼文化層次 還有個弟弟妹妹 他們都路上去過 都去照顧過 這個說起來 我是目前最合適的人選 對呀 你現在沒有加班 沒有那方面的牽扯 對 他剛才談到了 我還需要照顧母親 只我想可能是他睿智這一面 因為哪個男人聽到這樣的話 他心裡舒服 您覺得這個爺挺支持你照顧母親的一塊兒 他不倒是藝術上和心裡作用 他說出這個話 我感到和我有共鳴 對於路易支持自己照顧老母親這件事上 孔叔覺得這是實大體的表現 對路易的好感度也開始有所提升 而隨後在路易主動提起兒子的身體狀況後 孔叔的態度更是讓我們有些出乎意料 他現在那個腎吧 他已經拿出來了 就是那個 還有一個在做工 對 各方面都不合格了 因為他腎已經 一個工作的工作量也有限了 路開關 剛才他落下了他兒子的狀況 身體不好 別跟一般人 狗壞在這時候談這件事兒 他甚至要讓我很長時間自己發現 他能談說明這個人 還有真實是率真的一面 跟他談話 有一種吧 有一種吧 雖然他語言層次不如我 但是從說話的音量以及舉止上 還是有一定的文化修養 這就是我們倆可以同步合拍的地方 如果他是說話 要術語叫分貝 要超出30分貝就是個噪音 就是一個人沒有修養的表現 他說話你基本是柔聲細語 不張揚 這樣人就很好 這孔叔的反轉著實是有點大呀 要不咋說 啥事兒咱都別急著做決定呢 你看這落著落著不就有轉機了嗎 從一開始介意皺紋 到現在開始慢慢發掘到了 陸仪的種種優點 孔叔前後態度的變化 著實是讓我們紅娘又意外又驚喜 原本以為今天的鄉親可以皆大歡喜了 但沒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事兒 卻是讓兩個人的關係 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